阿J你總是功法錯 我經常都吃了那個空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你看到功法 到底是因為你習慣了錯 所以你改不了 還是你在想某一件事 或者某一件事令你 習慣了 我習慣了四個音色 很少學三加一 唱了 你會怎樣唱 到底 或是 如果你想拉一件功法 你會 如果我錯了104次 我會在唱譜 找這些唱的方法去提醒自己 為什麼我會用 因為你換弓 可能會有少少被人聽到 所以我就 我會不會 所以你看不見到 唱譜 只是唱譜也有很多學問 不是說唱準那個音 是吧 因為 因為Phrasing 和功法 和語氣 全部都是很有關係的 你只是 選了其中一樣 我就是音準 音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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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忽略了 那個功法 尤其是當你的功法 已經錯了這麼多次的時候 你在唱譜 那裡就要 其實那個方法有用 但是你會不會這樣 去 變那個方法 去幫自己 你說之前 你叫我唱 我都會搭搭搭搭 就是了 你搭搭搭搭 其實是分工多於年工 如果我唱的時候 我要唱這個效果 三個年加五個分 搭搭搭搭搭搭 ,我不會搭搭 也不會搭搭搭 我前幾度也有說過 你怎樣唱 就怎樣拉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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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唱譜裡面 是正常有了語氣在那裡的 正如你 如果先生叫你 讀這一段課文 我不知道 即是從前讀這段課文 你正常不會 我今天上學 遇到陳大文 然後一起 不會那麼激嚇人的 我們之前說過 要連那個音色去看 連那個音色去看 我們就知道 應該拉邊條言 第二樣東西去看的 就是那個語氣 那你連這個語氣 你就知道 你不用真的看譜 你都懂得在那個地方分工 你不會拉多了那個音 你知道為什麼這次你又拉到嗎 因為你聽到我唱了四五次 就是 而這個我唱的 是 進入了你的心裡 或者你 將這個東西代替了 你有這個感覺 強烈的話 你就不會拉錯 你想拉錯 都拉錯不到 你有沒有練習的時候 嘗試這樣練呢 那我想這些 你講之前 我都會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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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那些人不需要這樣唱 他都不會拉錯 那他就看譜很小心 或者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他不會這樣做 但如果你不是的話 或者你就算是 但是你錯了 有壞的習慣 那你就要在唱那裡要很小心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會加上右手的動作 我不用拿一個琴 但我會右手 打 滴 阿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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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 怪不得了 我以前有試過搭車背 我發覺背不了 就變成像記ABC的 接著記不到 如果我們說 音樂是一種語言的話 你想想學學語言 最自然的母語是怎樣? 我們不是學那樣寫,我們不是學這件事 我們其實是學了什麼先?是學了語氣先的 寶寶仔他字都不懂,為何他會知道有些事情他可以做 有些事情是不准做,一定是大人跟他說 讚他,讚他的語氣是不同,不行 他不知什麼叫做不行,他都不知怎樣寫 但不行,這件事不像是讚人的,他就知道我可以縮手 我要停在這裏,停在這裏,停 這個就是語氣,所以語氣有多重要 你音樂沒有了語氣,或者我們講的說話沒有了語氣 人家是不明白一大決的,不明白八成的 人家明白一件事,或者做了一件事是很確定的 是因為語氣,不是因為那個文字 現在我們是不是需要語氣 就是這個語氣,這個語氣,這兒是�분 有什麼意思?不知道,或者人人都會有不同 但是 dú ог和dada dada dada是兩回事 是什麽意思呢?不知道,或者人人會有不同 但是,和,是兩回事 回答你剛才的問題,你說背是不連語氣去看,是不明白的 語氣是會以功法,以大小聲,這些去表示 但你要明白,在音樂裏面,就是有這個語氣 你刻意將這些語氣過濾了,背得很慘,很辛苦